大家好 这里是神异守望者 我是南方小潘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 拉绳结的打法 大家看没有 这个就是拉绳结 大家看没有 这个拉绳结有什么作用的 这个拉绳结也叫做长杆结 适合在 齐杆 支架 等长杆型物体上面 捆绑了一种绳结 大家看没有 这个就是拉绳结 先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拉绳结是这样打的 首先呢 我们要把捆绑的绳子 从中间打好对折 大家看没有 打好对折以后呢 我们把长杆型的 两个物体 把它并排好 高整齐 然后从下面套过来 套过来以后呢 我们在上面打结 首先呢 我们是这样的啊 打结的时候 我们一般是 左搭右 打个结起 啊 就打单结 然后收集 收集以后 我们把它翻过来啊 翻过来以后 然后再把绳子又搭左啊 又搭左 再打单结 再打单结 再看没有 啊 这样我们起的部分就打好了 然后继续 我们继续往下打就好了 也是翻过来啊 刚才是右搭左 我们又要左搭右啊 这样来回这样 交叉性打就好了啊 再看没有 就这样一直打 打你想要的长度为止啊 这个打法呢是非常简单的啊 但是这个伸简呢是非常实用的 好打打了这个收尾的地方呢 大家看没有 打这个收尾的地方啊 然后我们打个平解啊 要打平解 平解大家应该会吧 就是这两个圣子一定要在同一个方向 是一个圈啊 然后我们来收集啊 收集以后 我们把这个 箭矩啊 给它调节好 掰 掰开就好了啊 好 这个箭矩调节好以后呢 这个拉伸结 我们就打好了啊 大家看没有 这就是拉伸结 打出来是非常 结实也是非常美观的啊 大家看没有 也可以把它用来捆绑 以前的旧书级啊 来这样伸直捆绑下 也是非常漂亮美观结实的啊 大家看没有 好 这就是拉伸结 这个拉伸结的打法 大家都学会了吗